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今天我想要讨论另外两个问题 很相似可是却不一样的问题 我相信自己是谁和我相信自己为什么存在 首先我想要说一说相信这两个字 对我而言我觉得这两个字的威力非常大 因为我自己就亲身感受过 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朋友会知道 我从小其实就是学习古典钢琴 但小时候呢我觉得看朴子练琴非常沉闷 所以我非常不爱做这件事 我反而是常常在钢琴上面就急性乱弹 然后经常弹出一些我自认为很好听的小乐章 我还记得其中有一段呢 来自于当时我很爱看的TVB剧 是关于仙女爱上凡人的 那么说出来是挺丢脸的 因为我当时呢只有五岁 所以我看戏看得太投入呢 我以为凡间的人死了 就会喝孟婆汤 忘掉凡尘的一切上到天界 然后我以为天界的人死了 也会喝孟婆汤 忘掉天界的一切来到凡间 所以呢 我有记忆以来 第一首所谓的词曲创作呢 是这样子的 在我出生的时候 忘记在天界的开始 明白这一次的开始 不想再记 就是这样 我知道是挺无聊 而且挺幼稚的一个写法 就是那种装大人觉得很有深度 可是其实狗屁不通的 没办法 五岁写出来的内容就是这个样子 而虽然我从这么小开始 就常常会想到一些小乐曲 可是呢 直到我上初中之前 其实我都完全不知道 这叫做作曲 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面 作曲家都是一些很遥远 很神圣的人 肖邦啊 贝多芬啊 舒伯特啊 这些 反正我就从来不觉得 我自己有一天也可以作曲 我自己有一天也可以作曲 所以呢 其实从五岁开始 往后的八年间 我的作曲程度一直都停留在这个 偶尔来一小段的这个程度 简单来说呢就是毫无突破 直到后来十三岁我上初中 我在学校的歌唱比赛里面 见到有学姐们自己创作歌曲 参加比赛 而且还得了冠军 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震撼的事情 我才发现原来作曲是一件 我也可以碰得到的事 自从那一天 我就开始相信我可以作曲 当晚回去 我就开始尝试写词写曲 然后过没多久 我人生第一首的全词曲创作就诞生了 这也是把入行当歌手 这个机会带给我的作品 就是我十三岁时候所写的 《睡公主》 至今我已经写了超过一百首的歌曲 包括今年年底 我将要发行的新专辑 《摩天动物园》 这也是一张我自己 词曲全创作的作品 当然此刻我在这里 给大家说呢 就是在打广告 希望大家到时候多多支持 我想带出的是 如果不是当时我看到学姐 写了歌 拿了冠军 而让我也相信我可以的话 我今天能够唱出来的作品 应该还是 在我出生的时候 相信的力量 是不是很神奇呢 你相信什么 你就会朝向什么 当然就算在超级英雄的电影里面 如果这个超能力 是被反拍角色使用的话 地球还是非常危险的 刚刚我所分享的 是关于相信一个成功的案例 那么以下呢 我就想要分享一个反面教材 很多人都不知道 言语的杀伤力 一句话可以成就一个人 也可以毁掉一个人 我常常觉得这个世界对女生啊 是非常苛刻的 而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作为一个女性 我也是感觉到很迷失 那阵子 全网都说我很胖 就连那时候 我身边最最最亲近的一个工作 同伴 也曾经跟我说过 设计师的衣服不是你穿的 在模特儿身上的小细纹 穿到你身上就是一个出线条 曾经面对这些网络欺凌也好 或者身边的人 有意无意的一些吐槽啊 嘲讽也好 我是不知道要怎么面对 我也不懂得过滤 我就慢慢真的相信了 我自己很胖 还记得那段时间 我立志要减肥 表面上是很健康的 我天天做运动 不吃零食 三餐都是水煮西兰花 番茄炒蛋 不放油盐糖 最高峰的时候 我一天吃了16个番茄 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健康 我的内心是 心情很糟糕 我每天都感觉 我的人生好像我的胃蕾一样乏味 如果我量体重 稍微重了一两公斤呢 接下来的三天 我就是完全不吃只喝水 然后通常到了第四天 体重是下去了 可是我通常就会忍受不了 然后觉得我要补偿我自己 我要枉死了吃 然后我吃到很饱 还是一直吃 继续吃 因为我觉得 我明天又要再吃西兰花了 我一直在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里面 待了很久 直到后来我看到一部电影 叫做I Feel Pretty 故事讲述一个女生 一开始觉得自己不够美丽 可是有一天呢 突然好像中了魔法一样 她突然觉得自己超级无敌美 然后她的生活 遭遇开始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化 其实在别人眼里的她 明明还是同样的身材 外表 但是当她相信自己是美丽的时候 她所散发出来的特质 却是完全不一样 电影里面有一段对白 是深深地打动了我 她说 当我们还是小屁孩的时候 我们拥有着全天下最天真 最强大的信心 我们不怕打开自己的肚皮 没有一点点包袱 但是在长大的过程当中 别人的眼光 可谓的人眼 却一点点磨失了我们的信心 直到我们最珍贵的那一份自信 完全失落 但假如我们从来没有丢弃自信呢 假如在下一次 有人说我们不够美 不够瘦的时候 我们有智慧去回应 这是一个我们不该相信的谎言呢 如果我们可以带着最初的自信 你说这就是我呢 自信也是一种相信 对自己的相信 我看完这部电影之后 好像找到了一个出口 我重新找到了 曾经被人塌碎了的自信 我重新可以拥抱我自己 无论别人怎么说我 我不再觉得自己矮胖矮胖 我也不再暴饮暴食 聆听自己的身体 什么时候饿了就吃 饱了就停 该庆祝的时候 吃了大餐也不会觉得有罪恶感 但是我平时也不会再过分地放纵自己 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 我一直都是维持这样的一个心态 我身边也多了很多鼓励我 相信我的朋友 让我不再活在 自我价值非常低 每天很压抑的一个状态里 结果当我打从心底变得很开心 我的荷尔蒙也终于正常了 我就是这样很自然地瘦下来 现在我比起当初我最胖的时候 瘦了15斤 可是我完全没有结识 也没有强迫症 我是真的开开心心地瘦下来 后来我用这段经历 写了《差不多姑娘》这首歌 我又在打广告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一听 我说完相信的威力 我想要回到今天一开始提过的第一个问题 我相信自己是谁 这些年来呢 其实我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发现 有时候呢 你相信你自己是谁 可能远比你真的是谁更重要 因为你可能很有潜力 但是你要是不相信自己的潜力的话 你根本就无法发挥你的潜力 就像以前的我一直相信 我是一个唱作歌手 所以我就很努力做音乐 但我也一直以为自己只能是个唱作歌手 所以我一直都只做音乐 这不是因为我对音乐以外的任何事情 都提不起兴趣 只是曾经当我表达我自己的意见的时候 我收到的反馈就是 你不懂 你别管 你唱歌吧 慢慢一次又一次 我曾经是真的以为 真的相信了 我除了音乐之外 什么都不会 直到今年我离开了前公司 除了作词 作曲 演唱之外 我开始要负责很多东西 音乐的制作啊 编曲啊 魂音啊 甚至企划啊 比方说找适合的MV导演 摄影师 设计师 然后仔细跟他们对每一个像是剪接啊 调色啊等等的这些细节 根据我自己的非正式统计 这半年里面跟我合作过的全部 每一个MV导演 都说过我那些至少两页纸 那么长的剪接修改意见 这一切其实一年前我都真的不相信我有能力做到 但是在环境的趋势底下 我不得不相信自己 不得不尝试去做 而现在专辑已经完成了 我发现原来我除了是一个创作歌手 我也可以是一个创作总监 不错的制作人 不错的企划 又或者是不错的一个团队领袖 最后来到另外一个问题 我相信自己为什么存在 在这里呢 我想要分享一个小故事 有一次我在外面吃火锅 有一位中年的阿姨跑过来跟我说话 一开始呢 我以为她只是帮她女儿过来拿签名照的 结果她却跟我说 谢谢你写了泡沫这首歌 因为原来她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她正在经历离婚 她说她会一边开车 一边单曲循环这首歌 一边流眼泪 因为她发现原来有人懂得她的痛 她说这首歌让她知道 她不是唯一一个因为爱而受伤的人 她说这首歌抚平了她内心的伤口 带她走出了悲伤 我当时一听到的时候 我觉得很感动 我相信自己为什么存在呢 我相信这个阿姨给了我答案 就是用生命影响生命 而我也相信不只是我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同样这份使命 我相信每个人的独特 不只是在我们指纹的独一无二 我相信每个人生在世上 都有一些只有你才能够带来的影响 可能简单到在你繁忙的工作当中 一通电话一个拥抱 就已经可以影响你的家人朋友 甚至你以为只有伟大的事情 成功的事情才可以影响到别人吗 不 我就是在自己最脆弱 最伤痛最崩溃的时候 写了泡沫 所以说不定 每一滴你流过而擦干的眼泪 也同样在影响着你身边的人 对我而言 改变世界不可能是一个人 或者几个人的事 这个世界如果想要变得更美好 多一点爱 多一点希望的话 这只能是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天一起影响身边的人 所带来的结果 一个人消极是因为不知道 或者根本不相信自己有影响力 你才会觉得地球没有了我 又不是不会转 我又不重要 这世界又不差我一个 但我觉得不是这样 因为我相信这世界真的差你一个 我相信这世界是需要你的 我相信这世界需要一个 相信你自己的你 我是邓紫棋 我是一个相信自己 也相信你的人 谢谢 谢谢